点击国庆的旁边 今年的主席家 伊昂、南北、甘文会为主 天现相似的义上 韩国族清新鲜的设计 这是专业人数 不太认同 当然美感见仁见智 但仇感大家有之一同 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反而也直接跟韩国瑜的形象 勾穿在一起 因为它的这个六个角落 非常像红酒酒杯的这个杯角 经过用其不法教党引力 考试主席家 看起来像红酒杯 有人觉得真是韩国族的H 像这个有人提 感觉中央电视台 自控19年的华东设计 笑说收藏 而且过去主席家设计書都会公布 今年三个月头老 是少年的设计書 没要聚名支持国庆 也让人笑 但是没想到先进 自己设计料 华国美学 我给予这次的主视觉 90分的分数 还是有少数人用华国美学 三言三语 我们只能尊重 我想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设计 对我们设计师来讲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 用匿名的方式 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 如果主席家设的讨论 国庆宗耀祖的设计 让人发现 天使官室买的主席出现干体制 参加創建和提案 比这期感觉是 广站和主席的设计 都会保护中国团队 才会不敢公布 对于会国庆典称 说各广全部都是 各人丹等制作 没有中国人数 就比如客户 没有面证 穿上在这广站设计时 无形采用 中文议件的无色 才会参与一些干体制 让大家担忧 是不是走回了回头路 是不是让中国元素增加 刘伊朗的梅 韩国主席当时 国庆党议会主委的 头子典称这段 看起来又需要观察 美食新闻 台北报道